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 AppleFence,我是 Simon 講到 Mac 不管你平常是拿來做什麼工作 習慣用什麼軟體 大家在電腦上面最常會做到的事情就是上網 雖然說市面上的瀏覽器有百百種 但我平常就是瀏覽網頁的習慣 還是以內建的 Safari 為主 用起來也比較符合我十多年來在蘋果生態器裡面的習慣 相信也是有不少人跟我一樣 喜歡用電腦內建的軟體來做事情 能不裝第三方的 App 就盡量不裝 不過你對蘋果內建的 Safari 真的有完全認識嗎?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個你可能錯過的 Safari 超使用技巧吧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一定要知道的功能 就是盯選常用的標籤頁 通常我們在用瀏覽器的時候 一定會有幾個固定會常看的網站 比方說像我時不時會到臉書上面看一下 有沒有哪一些新的動態 或者是看 YouTube 上面有沒有什麼新的影片 可以讓我有一點靈感 又或者是我很常會需要到 Apple 的官網 去查看現在新裝置的規格跟價錢 那這些常用的網頁 如果說平常跟其他網站混在一起的話 就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找到我要看的東西 變成要慢慢的去找 會很浪費時間 那我們可以把常用的標籤頁給按住 然後拖拉到左邊的位置給放開 就可以把常常會去的網站給固定在這邊 那麼每一次只要打開 Safari 他們就會永遠在這個位置 不用重新去開也不用花時間去找 可以幫我們省下非常多的時間 再來第二個我覺得很實用的 就是你可以快速進行標籤頁 應該大家都有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一次開了太多分頁 然後背景突然有聲音在播 但是你又找不到是哪一個分頁發出來的聲音 遇到這種情況 就會常常讓人覺得手忙腳亂 那在 Safari 上面 如果說你遇到某個分頁正在發出聲音 但你找不到的話 你可以先快速點一下網址列旁邊的這個喇叭的按鈕 把所有分頁給靜音 那如果說你要找出哪個分頁正在發出聲音的話 我們也只要長按這個喇叭的按鈕 就可以在這邊看到是哪一個分頁 從背景發出聲音 只要選擇它 我們就可以進到分頁 去把影片給暫停 一樣不用浪費時間自己手動去慢慢找 那在我們繼續看下去之前 我們要先來感謝一下 今天影片的贊助商 Iversy VPN 你是不是也想跨國追劇 跟上最新的影劇話題呢? 是時候入坑VPN的行列了 Iversy VPN 現正舉辦優惠活動 現在使用蘋果米連結 就能用60美金享有終身免費續約版本 讓你想看什麼就看什麼 完全不受國家限制 不只跨國追劇 Iversy VPN 還提供超過100個地區 與3500台伺服器讓你切換地點 可以讓你在網路上面隱身 不用害怕隱私在被人侵犯 而且一組帳號 可以同時讓你在10台裝置上面使用 除了iOS、Android、Mac、跟Windows之外 你也可以在Xbox 還有PlayStation 上面使用 如果用不慣 在30天內還有退錢保障 不想錯誤的話就來訂閱 Iversy VPN 吧 然後再分享一個很實用的技巧 就是你可以在Safari上面 幫各種影片開啟子母畫面 比方說我們在YouTube播放影片的時候 我們只要在影片上面 連續按兩次滑鼠右鍵 就可以選擇用子母畫面的方式 來呈現影片 那影片進到子母畫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影片縮放到自己想要的大小 或者是擺放的位置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一邊工作 一邊看自己想要看的影片 通常子母畫面只能固定在四個角落而已 你不管怎麼移動 它都會自動吸附到角落的地方 但其實你可以在鍵盤上面按住comment 然後拖拉子母畫面的視窗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它擺放到任何你想要的位置 不過大家一定都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在YouTube只要按兩下右鍵 你就可以進入子母畫面 但是Netflix或者是DisneyPlus上面就沒有辦法呢 這是因為他們把這個功能給藏起來了 讓你沒有辦法用一半的方式交出子母畫面 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在Netflix或者DisneyPlus正在播放的時候 長按一下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喇叭按鈕 就可以在這邊顯示出子母畫面的選項 這樣一來你就可以一邊上班一邊偷追劇 再來另外一個很實用的技巧 就是顯示喜好項目列 如果你跟我一樣 習慣把常用的網站給分類組存起來 放在喜好項目裡面 每次開分頁都可以選到我想要的網站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在工具列這邊 選擇顯示方式的選項 接著選擇顯示喜好項目列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網址列下面 出現一排喜好項目 你做過的資料夾也會顯示在這邊 之後我要快速跳到我常去的網站的時候 我就不用特別開一個分頁 在一堆喜好項目裡面去慢慢找 直接從這邊就可以快速切換 然後如果你上網習慣跟我們一樣 都是看長篇的文章為主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擅用閱讀器這個功能 我們只要在點開文章的時候 在網址列這邊 選擇旁邊的閱讀器的按鈕 就可以馬上進到閱讀模式 把旁邊不重要的廣告 或者是會干擾閱讀的東西 全部都給移掉 只剩下文章跟圖片而已 我們也可以從上面的選項按鈕這邊 去設定閱讀器的樣式 比方說換成比較舒服的黃底 或者是變成黑底白字 又或者是改變文章的字體跟大小 都可以讓你在看文章的時候 更符合你的閱讀習慣 然後你有沒有遇過一種狀況 就是你剛好點到一篇文章 感覺裡面有大量未來 肯定會用到的知識 但現在就是沒有空好好的去研究 想要先存起來之後再看 但這種東西又沒有重要到 需要放在喜好項目裡面 那你存到備忘錄裡面的話 之後一定也會忘記說你存到哪裡 這種時候 我們只要點一下網址列旁邊的選項 然後到書籤的地方 把這篇文章加到閱讀列表 它就會幫我們把這篇文章 存在側邊欄的閱讀列表裡面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從這裡面 找到之前存過的實用的文章 而且這樣做有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把這些文章設定成離線觀看 所以說就算你的電腦沒有連上網路 你也還是可以回顧之前存過的文章 然後你其他的Apple裝置上面 這些閱讀列表裡面的文章 也都會一起同步過去 讓你隨時隨地都可以看 算是一個我覺得很方便 也很實用的功能 那你除了可以把閱讀列表 同步到其他裝置上面之外 Apple生態圈裡面的好處 就是你也可以在Mac上面看到其他裝置 正在瀏覽的網頁 我只要打開新的分頁 然後在右下角設定的地方 選擇把iCloud標籤頁給打開 我就可以在這邊看到我其他裝置 正在瀏覽的東西 不管是iPhone還是iPad 都可以讓你一覽無遺 直接點了就可以直接繼續 我在手機上面還沒看完的文章 我也可以遠端在這邊 整理已經用不到的分頁 直接在電腦上面 把手機上面不需要用到的分頁給關掉 那相反的 我也可以直接在手機上面 看到Mac正在閱讀的東西 通通都可以在這些裝置之間無縫切換 那最後一個使用的技巧 是最近這兩年才加入的 標籤頁群組的功能 有時候我們在做報告 或者是要規劃旅行的時候 一個不小心就會開超多的分頁 這樣子就很有可能會不好整理 也容易忘記說自己查的東西到底放在哪裡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善用標籤頁群組的功能 比方說訂旅館開一個群組 訂機票開一個群組 挑美食也開一個群組 我就不用怕一堆分頁亂七八糟的 找不到我的記錄 而且設定群組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些分頁它都會幫你固定存起來 所以我就算下一次重開Safari 這些網頁它也全部都會固定在我的群組裡面 我就可以繼續做我的旅程的規劃 不用再去一個一個重新把它給找出來 重新打開 我還可以把這個群組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跟我一起規劃行程 同時又可以看到我的朋友正在看哪一個分頁 這樣子在電話上面討論也會更有效率 如果說你常常會需要上網做資料找研究的話 別忘了試試看這個功能 好啦 基本上這就是我覺得Safari裡面 你絕對不能錯誤的使用功能 這些功能在iPhone還有iPad上面也都有 操作的方式也都是大同小異 有興趣的朋友就趕快去試一下吧 那你平常是用哪一個瀏覽器上網的呢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功能很實用呢 在底下留言來跟大家一起討論吧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我們會在每周跟每周四的晚上定時更新 帶來各式各樣的教學還有開箱介紹 不想錯誤的話就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順便訂閱訂起來囉 那這裡是AppleFence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